在99年万圣节主赛场 战神将体格比自己大上一号的Seed打得满头番茄酱 赢下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二个美国重量级冠军腰带 随后便在时任WCW冠军摩蟹的一番大言不禅之后 战神毫不畏惧的挺身而出接受挑战 在摩蟹的交手过程中 虽然Gobert吃下了摩蟹使出的大招spell 以及连续三次的Stinger's Flash 但拥有打不死精神的战神 简直就是把吃苦当作吃补 不但没有因此而屈服 反而越战越勇 将摩蟹大帝打败 赢走了其腰间上的世界重量级冠军荣誉 可是很不幸的输掉比赛的摩蟹 却以比赛的不合法性成功上诉 剥夺了战神的冠军荣誉 而在重新争夺荣誉的过程中 战神也在The Outsider的干预下 不但将晋级资格拱手相让 就连仅存的美国冠军也一起赔上 虽然如此 打不倒的战神依旧不会轻易放弃 并准备向这帮导弹鬼做出反击 你好欢迎来到绿眼睛频道 今天绿眼睛将为大家带来 最强战神Gobert的故事第四篇 在影片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和点击小铃铛 你的支持将是眼镜兄的动力 再次四大监控的战神 为了让大只老Seed输得心服口服 便再次与对方来了一场强强对决 比赛开始后 两人便迫不及待的打在了一团 在过程中Seed一度占尽上风 为Gobert献上了两次锁猴摔 但这师傅并没有对战神带来任何的影响 反而还被战神找到机会 以十字锁献锁得痛不一声 之后便迅速将大只老狂咒一番 然后再次从背部将已经昏昏沉沉的Seed锁紧 最后裁判在确定Seed已经失气一时后 宣布比赛结束 就这样在短短的几分钟内 Gobert便在没有Spell以及Jack Hammer的情况下 将大只老Seed彻底击垮 再次输掉比赛的Seed 不但没有因此对Gobert产生怨恨 反而还对战神相当的敬佩 就在两人比赛结束后的第二晚 Seed便出乎意料地以Gobert同时出场 准备以台上的两位导弹鬼 The Outsider来一场双打比赛 这一幕也立即令在场的观众们雀跃万分 两位强者的联合也使得The Outsider有些措手不及 在经过了一番讨论之后 两人也只能硬着头皮开始了这场毫无胜算的比赛 一开始不知死活的Scott便不断地对Seed进行挑拨 但很快大只老便用自己的力量 让两人的不敬付出代价 随后则由Gobert出场 继续着以The Outsider的对抗 可是两位导弹鬼实在是诡计多端 多次的偷袭也令到战神陷入困境 在一次同时与两人的硬碰中 战神成功以一敌二将两人同时击倒 这时一旁的Seed再也按耐不住 不顾裁判的主旨立刻对两人暴打一番 而可怜的Scott也在吃下了一招锁喉摔之后 还没来得及回神 便被战神撞得不省人事 随后Seed也并不打算这么轻易就放过Scott 于是便在为已经无力反击的对手 献上了大招PowerBone 可是就在大智老压制Scott的时候 主裁判却不务正业跑去与一旁的战神纠缠在了一起 这时狡猾的凯文也立刻抓紧机会 偷袭了Seed并将Scott翻过身 压在了大智老Seed的身上 让裁判完成了毒秒 于是The Outsider便在备受争议的情况下 赢下了这场比赛 另一边刚获得WCW冠军荣誉的Blackheart 在获得胜利不久后 便欣然接受了战神GoPro的挑战 两人约定在接下来的99年StarCat主赛场 进行一场冠军争夺战 而就在这场备受瞩目的赛事开始前 互相欣赏的两人便进行了短暂的合作 以双胞胎组合 哈里斯兄弟争夺WCW双打冠军腰带 而在这场比赛的过程中 可能是哈里斯兄弟都是光头的原因 所以同样是光头的储裁判也表现得非常偏心 一直偏帮着兄弟俩 并对长发飘逸的Blackheart非常不爽 竟在Blackheart被对手压制时进行快速的毒秒 这也令到众人的不满 于是另一名选手Rondy Piper便建议勇为来到现场 将这位搞事的光头裁判驱逐出了赛场 并为Blackheart以及Gobert主持公道 随后Gobert则为哈里斯兄弟献上了大招spell 而在两位光头都被撞得昏昏一碎的时候 Blackheart与战神立刻向两人使出Shap Shooter以及Jack Hammer 就这样战神在与Blackheart的合作下 一下了自己职业生涯的首个双打冠军荣誉 在获得双打冠军荣誉后 两人很快便接到了The Outsider的挑战 可是就在比赛即将开始前 队友Blackheart因身体不适而无法出战 于是勇猛的战神便独自一人 带着两条冠军腰带前往赛场 以The Outsider决于死战 在比赛开始后 独自一人迎战的Gobert 飞弹没有因此被对手占到便宜 还迅速的把两人打得屁滚尿流 害怕的躲到了擂台下 随后在观众们的鼓励下 Outsider别无选择 只能再次回到台上 继续与战神进行交流 但可想而知 即使是两人一起上 也未必是Gobert的对手 更何况是一个一个来呢 于是The Outsider便开始 以各种小动作对战神进行偷袭 慢慢消耗战神的体力 将其打倒 就在这时受伤的Black 则匆匆来到现场 给一对手援助 而战神也在复苏后 以两脚Side Kid将Scott击倒 并再为对手补上一双Spear 可是就在自己使出大招 Jack Hammer终结对手的时候 身后的凯文却在擂台为神的借力下 成功压制了Black 并完成了独秒 就这样 狡猾的The Outsider 再次以不光彩的方式 偷走了战神的荣誉 很快的来到了99年Starket主赛场 Gobert与Black 在结束了短暂的合作关系之后 等待这两人的便是这场 备受瞩目的冠军荣誉争夺战 就在比赛开始后 两位强者便毫不客气的 进行了轮番较量 而力量较为强大的Gobert 明显的占尽上风 多次将Blackheart打得怀疑人生 可是就在一次失误中 战神在准备撞向Black的时候 却被对手成功闪避 撞向了柱子 而看见机会的Black 则立刻抓紧时机 在擂台柱子的帮助下 将战神锁得痛步欲伸 随后便将目标锁定在战神的左腿 进行重点攻击 当然身经百战的Gobert 也不是省油的灯 在忍受着脚痛的情况下 以一脚Side Kit向对手作为回镜 然后便像猛兽一般 等待着眼前的猎物起身 并以一招勇猛的Spear将其撞倒 但就在比赛即将毫无悬念的时候 却因所有裁判都受伤的情况下 无人执法 这里眼镜兄就想补充一下 在这么重要的比赛上 为何主办方就不能准备一些 比较有分量的执法裁判呢 几乎所有裁判都在两人的比赛过程中 成为了牺牲品 如果裁判都能装上一对强大的Airbag 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状况了 好 就在这紧要关头 Lotted Piper再次登场了 并慢条思理的走上擂台 准备为两人执法 可是就在复苏后的Black将战神撞倒 并准备使出索迹Shop Shooter的时候 对于是准备使出 但还没有出 Lotted先生却直接示意比赛结束 然后便将冠军腰带 替交给了Blackheart 而Black也顿时不知所措 因为战神并没有被屈服 自己不该获得胜利 但没办法 比赛还是在备受争议的情况下结束了 正所谓 己所不义 勿施一人 曾经的蒙特利尔事件 让Blackheart受尽委屈 寒冤离开了WWF 如今自己却以类似的方式 捍卫了冠军荣誉 这也令到Black相当的难堪 于是就在第二晚的Night Tour节目上 Black表示这样不光彩的胜利 不是自己想要的 为此他将会给予战神一次重赛的机会 而自己将会在这次比赛中 名正言顺的成为公司头牌 但这时大家都不知道的是 一向来都是名门正派的Black 此时他的心中其实早已辩解 就在这场比赛的过程中 主裁判又再次倒下了 而就在Gobert被Black的一招弱坡击倒 在以锁记锁紧的时候 导弹鬼The Outsider以及DoubleJ 则拿着武器前来现场 趁着主裁判还在醉身梦死的时候 合力将战神好好吃后一番 然后再将裁判唤醒并完成独秒 就这样Black在三人的相助下 捍卫了重量级冠军荣誉 之后Black也联合The Outsider以及DoubleJ 组成了全新的NWO2000 并到处召兵买马为非作歹 但很不幸的 Black却因在之前的Starket赛事上 被战神一脚击中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无奈之下Black只能选择放弃了WCW冠军荣誉 并在2000年结束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而战神Gobert也好不到哪里去 就在一场NWO参与的比赛中 战神为了复仇对NWO进行了袭击 而就在追赶Black的过程中 被Black成功逃跑 一气之下战神便将停放在一旁的豪华轿车 当成了出气筒 赤手空拳的将挡风剥离全部击碎 但即使在场上的战神再如何的厉害 也只不过是血肉之躯 后来就因湿血过量而被紧急送宴 之后受伤的Gobert也被逼短暂的离开了擂台 并取消了本来已经安排好 在新日本举办的巡回比赛 从摩歇大地Steam 大致老Seed 再到The Hitman 在以这几位强大选手的对抗过程中 战神虽然都能一路占尽上风 将他们一一打倒 但为何最终还是以重量级冠军荣誉无言 原因就是The Outsided这两个讨厌鬼 一直的从中作梗 才使战神一次又一次的 以冠军荣誉擦肩而过 而这回两人又再次攫取 成立了全新的NWO团队 战神又能不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 向两人复仇呢 绿远镜会在接下来的影片中 为大家一一道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也对战神Gobert的职业生涯 有所了解 欢迎留言与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